刘伯承和邓小平这次率部主动出击隆海线 以旗制胜 作战13天 攻克荡山 蓝峰等5个城市 歼敌13000人 破坏铁路100多公里 成为实现毛泽东外线作战 兵出中原战略的一次成功探索 邓小平把他形象比喻为探路 这次探路之举 正如刘伯承所预料的那样 一锤子重重砸在了蒋介石的大灯脉上 蒋介石一下子跳起来 他要花大本钱对付刘伯承 于是 蒋介石击掉郑州徐州两个方向32个旅 共计32万人的兵力 于8月28日向鲁西南地区发起进攻 蒋介石的盘算是 以优势的前行攻势 将刘伯承的部队 合集于定陶曹县地区 一局予以消灭 同时乘胜打通平寒险 因为在蒋介石的眼中 可以一口吃掉势单力薄的刘伯承 这时的刘伯承 的确是加小而业不大 他手中仅有四个纵队 总共五万多人 而蒋介石用于第一线作战的就达15个旅 他将从郑州方向出动的10个旅 和从徐州方向出动的5个旅 各分为三路 蒋介石用另外17个旅 在平汉县的安阳新乡 机器以东洋洞 配合主战场进攻 六路主攻大军 十余万兵马 骑头并进 大有锐不可挡之事 刘伯承在名思图想中寻找战机 他要寻找一个 尖敌的最佳方案 刘伯承侦查到 两个方向的六路来历中 每路只有一到两个式 不仅在指挥上不统一 而且迪系与杂派军混合 因此他认为 选择一路加以签名 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打哪一路呢 从徐州方向出动的 不仅是蒋介石迪系 其中的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 更是国民党军的王牌部队 美式装备战斗力强 而且这次担任的 不是主攻任务 因此刘伯承决定 暂时不予理睬 而从郑州方向出动的部队中 整编第三师是蒋介石的敌系 主攻中的主力 其余的则是杂派军 战斗力比较弱 刘伯承认为 打掉了整编第三师 也就瓦解了蒋军的 这次前行攻势 还有一点 就是刘伯承认为 打这个敌系时 其他杂派军 肯定不会积极增援 此时 在延安的毛泽东 连日来与刘伯承一样 也把目光集中到了 鲁西南战场 8月29日 毛泽东在给刘伯承 邓小平的电报中称 四第三师两个旅 进至适当位置时 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 而后 相机再歼灭其一个旅 该师洗中央军 如能歼灭 影响必大 往按实情处理 显然 毛泽东是给刘伯承 留有余地的 打欲不打 还是由刘伯承自己去决定 邓小平 十分赞同刘伯承的敌情分析 并且认为 虽然只有五万余人 装备也长 但全军上下士气高涨 并有根据地做依托 有广大人民的支援 有地方武装的配合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充分利用国民党军的弱点 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 集中优势兵力 巡间枕编第三师 是可能的 于是 刘伯在八月三十一日 共同签发了战役命令 刘伯把战场预设在 定陶以西的安陵级地区 以六纵和二纵 共五个旅作为右集团 主力游北向南 另一部游东向西攻击 三纵和七纵 共四个旅为左集团 主力游南向北 或游东向西攻击 两集团均以少量兵力 对整编四十七师实行钳制 而集中力量 用于对国民党军 整编第三师的作战 刘伯承用了九个旅 四倍的兵力 来对付国民党军 整编第三师的两个旅 刘伯承为何不惜倾家荡产 来对付这个整编第三师呢 这是因为 这个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 中将师长赵锡田 大有来头 赵锡田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 顾竹同的外省 自是是中央军 兵精弹足 十分娇狂 根本不把刘邓大军放在眼里 吹嘘 不用两星期就占领鲁西南 刘伯承对付赵锡田的办法 是诱敌深入 刘伯承把诱敌深入的任务 交给了他手下的一员猛将 六纵司令 王进山 王进山抽掉两个主力团 对整编第三师实施运动防御 边打边退 按预定计划 将赵锡田这头野牛 引向了刘伯承布设的屠宰场 为了迷惑赵锡田 刘伯承下令王进山 担负牵牛的两个团 只做短暂的猛烈抵抗 即洋装败逃 放阻让赵锡田冒进 赵锡田果然中计 这时 刘伯承命令 担任阻击牵制任务的部队 拼命阻击其他各路 国民党军进攻部队 拉打他们 与整编第三师的距离 8月31日 赵锡田的整编第三师 发起进攻后 因受到刘伯承的特别关照 没有遭到顽强的抵抗 便顺利地占领了几个城镇 赵锡田十分得意自己的战绩 应吴仙殿向刘智报告 他连连得胜的情况 时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刘智 毕竟与刘伯承交过多次手 而且没有一次胜计 对赵锡田报告的情况 刘智半信半疑 还特意用密语问赵锡田 要不要派空军支援他作战 心高气傲的赵锡田 干脆用名语回答道 飞机不用了 就凭我手中的武器 就够刘伯承他们受的了 刘智对赵锡田 不用密语的举动感到吃惊 并特别提醒他 通话要用密语 赵锡田更骄狂地说 不要紧 共军根本没有无线电这个玩意儿 赵锡田的乐观 对于吃过刘伯承苦头的刘智来说 仍不敢相信 但这时急于打败刘伯承的蒋介石 对此却深信不疑 他特地发来了假奖令 蒋介石和电令刘智 和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 赶到前线视察和未劳有工人员 经过现场视察 刘智对赵锡田宣称的事实 也信以为真了 于是 求工心切的刘智改变了作战部署 将原计划由整编第三师 和整编第47师合工定讨 改为整编第47师单工定讨 整编第三师单工合则 刘智做梦也没想到 他这么做等于把赵锡田送给了刘伯承 9月3日 在赵锡田率领下 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 大胆进入大小洋湖 而这正是刘伯承预定的战场 见维艰时机已经成熟 当日午夜 刘伯承下达了总工的命令 由于刘伯承采取了集中兵力 各个兼敌的战法 这是在兵力对比上 刘邓大军达到了4比1的绝对优势 面对刘邓大军猛烈的攻击 赵锡田也非等险之辈 毫不示弱地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攻 但战至天明 刘邓大军已将他的整编第三师 全部围了起来 这时赵锡田如梦初醒 知道中了刘伯承的计 他一面拼命进行反扑 一面向刘志呼救 起初刘志还以为赵锡田是在开玩笑 然而当听到赵锡田在电话里哭伤的声音后 刘志这才猛然醒悟 这次和刘伯承的较量 他又输了 刘志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 他一面派飞机前去助阵 一面严令整编第47师增援 但是早有准备的刘伯承下令三众 全力阻击整编第47师 很快就将原敌给打了回去 这时刘志拼死一搏 吉令整编第41 55 68师 分别由东明曹县前往增援整编第3师 这次刘志出难以为赵锡田会 来自这次刘志 第一次刘志 再次刘志 下病 不可能